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他们的博物馆 在里面他放置的这位英雄的遗骨 每一年有数十万的民众来到这里调业 他究竟是谁呢 实际上这个人非常的奇特 不仅仅出现在古巴的紫钞上面 而且他出现在全世界各地 不一样的物件上面 在左翼运动里面 他被认为是精神领袖 他被称为红色罗宾汉 更重要的是 他在活着的时候 他就已经被高度的神格化 他就是切格瓦拉 切格瓦拉 他这个切意思是小兄弟的意思 实际上就像我们在闽南语里面的 阿成 阿明 用阿这个字 它是一种非常亲切 然后非常这种紧密的称呼 大家既然叫他小兄弟格瓦拉 你可以了解到 就是其实南美洲 或者是拉丁语系的人民 对格瓦拉实际上有不一样的情感 切格瓦拉的形象 之所以被过度的浪漫化 除了他本身不平凡的遭遇之外 更重要的是 他的人生的归途 实际上相当的悲惨 在玻利维亚的南方 他们当地拜了一个圣像 这个圣像里面 将他跟圣母玛利亚 耶稣三个人放在一起 那这个名字 他叫圣西格拉的格瓦拉 那因为有这个完整的圣名 当地的民众 将他奉为是玻利维亚的守护圣人 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当代现象 一个曾经回耀在民间的革命分子 为什么会被玻利维亚的民众 视为守护的主宝圣人 而且每一年有数十万的民众 来到他葬身之处 来这个朝圣 到底他有什么样的魅力 为什么他出现在所有的这些商品上面 实际上格瓦拉对我来说 他更像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一群年轻人 他们面对了不公不义的世界 他想象要去怎么改变 要去怎么样争取 那么看着广大的民众 在受苦的时候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切格瓦拉从阿根廷的富商之职 一度慢慢的蜕变 到最后变成了激进的革命分子 这中间他不是一天就完全变成 他后面的样子 而是他一个漫长的转化的过程 而这个转化的过程里面 我们可以在他的著作 《革命前夕的摩托车之旅》里面 看到他的心境转换 到不了的远方 就透过阅读来达成吧 现在就按订阅 开启小铃铛 让青春爱读书 陪你阅读全世界